记者洪晨洪高雄报道,菱角进入盛产季节,人舞悠悠皮糖流,七菱小燕活动今天登场,除了品尝美食,民众皮糖捉泥丘,采铃,牛车搭乘,让民众体验一日玲珑生活。 根据高市府统计,高雄菱角田面积因都市发展及产业结构改变而大幅缩减,目前以人舞区武汉里最为密集,人舞菱角节已经迈入第17年,菱田从第一年举办的50公顷,剩下今年的10公顷估计有8000公斤产量。 水光荡漾的林田也成了人舞区,在秋季时最独特风景,地方各界今天举办人舞悠悠皮糖流,七菱小燕,其开351桌,吸引约4000人参加,高市府副秘书长蔡柏英,林迎斌,明镇局长张乃千,人舞区长吕世荣,台宿副总成城中及武汉里里长徐有长等各级明代参加盛会。 民众最喜爱的是体验一日玲珑活动,亲子穿子青蛙装下甜彩红铃、玻璃脚或者在皮糖抓泥丘,也可以搭乘牛车保揽皮糖直厢的风光,或者在玲角钢铁人拍照去留下纪念。 台宿企业也配合台宿新人舞琴,厂乡一家青冬青活动,举办写生活动,让学童透过画笔描绘农村风光, 另有长庚中西一亿整台素循环经济季节能减碳宣导,及台素生一级长庚生计公司商品展示。 仁武区公所指出,每年中秋节过后一个月为玲璃脚生产季节,今年虽因天气暖和产量减少,但武汉玲璃脚有绝境,在市场上相当抢手。 指定是为玲璃脚amo。 用减少说 好 mood?